这些是北美的海芯 这些是排刺芯 两边都有刺 而且这些海芯是三到四年的 最小的海芯之中最小的 现在我们教大家发这些海芯 通过大约一个星期左右 你就努力点 它就有些很丰富的成品给你吃 现在这些是最大条的 不美海芯 通常有些人就喜欢吃这些大条的 但我现在教大家发的是小条的 如果你会发的 这些大条的 比它发出来的小条的好吃很多 我们拿出来这些十二条 我一般就一发发十二条 每天早上就煮麦片 麦片或者加些番薯、粟米 吃得很健康 老人家、小孩个个都吃得 现在是第一天发海芯 现在第一天发 我先拿了这些小条的十二条 发够大概半个月吃 我们要拿一个干净的 干净的器皿 要没有油的 放它下去 然后就洗一下 放清水 放清水放冰箱 发去24小时 如果未够远 再发到36小时 都可以 总之你这个时间是自己感觉的 现在我们装清水 用清水洗干净了 我们就开始浸泡了 普通冰箱 就低温就泡发就可以了 现在开始洗了之后 这些海芯的纹很清晰的 这些纹很漂亮 就很原装的 这些是淡江海芯来的 它是生晒的 不是用焗炉焗出来的 现在我们都浸多条这些大的 这些大的浸的时间 比小条的多两三倍时间 和泡发的过程之中 它都要久一点 这种到时发出来 它现在这里大概35克左右一条 发出来起码有十倍以上 就是可以发到最少都要三百多克的 如果你发的时间 想它再大一点 它就会淋一点 淋一点 它就可以配素更加大 如果你发十倍基本 那些海芯就爽口大牙一点 那现在我们开始放入冰箱浸 今天这个海芯 这个海芯现在很漂亮了 已经在冰箱里发了两天 看一条条的刺 那些开始已经看到表露出来了 海芯最好就是看到这些纹 这些海芯表面的纹 是很清晰的 就漂亮海芯了 越饱满 越圆滑 和这些刺 你看看整条 现在发起的海芯很漂亮 每次什么时候是湯肚的时候 就是我们手这样捏下去 开始有软性了 就是最适合湯了 因为太迟湯 它会放在里面那些沙 发得太久 它会很容易臭的 尽快 让我一软身就发些湯了 先 湯好里面才发 因为不用连起沙 一起发是最卫生的 现在我们开着清水 用剪刀 用剪刀 从这个沙嘴 里面这个沙嘴 就要剪掉 我们一路剪一路冲洗它 从这个沙嘴这个位置 刀开它 轻轻刀开它 不要刀到破坏了 你看看这些北美的海芯 那条根 这条根径很漂亮 这条根径越粗就越漂亮 证明海芯年份越老 如果那些假的人工致养的 这些根是很腍的 这些根是要保留的 吃得的 每一个海芯 这里有一个沙嘴 只要你拿起它 你清了里面的沙 之后 还要继续清了这个沙嘴 这个叫沙嘴 撕了这个沙嘴 好像鲍鱼那样 你撕了沙嘴 基本沙就不会在里面吃 尤其是你会 洗都洗不清的感觉 我们一路洗一路清洗它 冲去旁边的小小沙 这里这些 是正式北美的海芯 它里面的沙很少 因为它没有后期加工的东西 所以它里面也不会说 加了很多其他东西在里面 很容易清洗干净 这个沙嘴一定要清干净 有时候还有一点 不是一下子就拔光 用手去摸一下它 摸一下它 摸一下它 主要就是画了里面的沙嘴 现在海芯全部清洗干净了 现在海芯全部清洗干净了 我们这个时间 用一个擦一擦 擦一擦表面的皮 你不拆掉它 会不会那么好吃 到发好的时候 你喜欢的 用刀子轻轻刮一刮 也好 口感很滑 整条海芯就吃到好像蛋牙的感觉 整条海芯都清洗干净了 最后就开始来焗了 摸多一条看看 你看现在的海芯 刚才两天前很小条 现在开始条条都膨胀了 正式会大到至少一个手板 那么厉害 有小条的 有时可能会有15倍 这样的 如果发得好的 最少最少都要有10倍 那个发头 我们又是刀沙嘴 先刀开它 你看看 每条里面 这条更干净 因为这些是天然的 真的完全 它不是人为加工的 条条里面很大堆沙的 这些有时 真的一粒沙都没有 真的只有沙嘴 那这些你就证明 它是没有加工过的 这条很简单 一点沙都没有 就是小小沙嘴 所以吃得很放心 这里不美的海芯 当你有时 买着不良的商人 它那些海芯里面 真的 偶然会很重很重的东西 它未计表皮 打盐 它煲盐的过程之中 会煲到这些 颜色很深色的 有时海芯的东西 你了解它 吃多一点 这样处理多一点 你就对比到哪些货 是质量好的东西 这些是软的 软的感觉 刚刚开始可以 开肚就可以了 到如果发的时候 等发的步骤 就教你们 如何确定它 已经发好了 现在就开锅 煮了这个海芯 如果你 我们这个海芯 就比较 味道很漂亮的 所以呢 我就不会放姜葱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如果有些人 它不受得这些海芯的鲜味 那你就可以 放些姜葱 一起煲 但是这个 这个 一定要用雅的 就用来发海芯 和煲 焗 都是最漂亮的 还要在做之前 发最后这次 一定要没有油 你整个煲 洗一下它没有油 有一种是 现在 潮流兴 有些人 以前古时 就用那个 姜葱的 来过这种腥味 但是现在很多人 就轻用些 铁观音 茶叶放几粒 那它煲起来 就去那个 腥味 很快脆的 大家不妨试下 不下东西 这个海芯的味道 你都会很接受的 它保持原装的 海鲜味 很好吃的 现在等它水滚 滚了之后 我就开小火 开小火 煲20分钟 之后关火 让它自然冷却 冷却了之后 才用手摸 哪条是软的 现在这些 这一煲 就是煲滚了 20分钟 小火的海芯 我们现在冷却了 大概有 六七个小时 现在水温 已经开始放凉了 放凉了 下去 找一下 调调摸一下 手感 摸一下手感 还是硬身的 再浸多一会儿 如果实在很硬 基本上还没发透 要重新再煲一次 摸到这些软身的 捏下去软身的 我们就先将软身的 软身了 捏起身 捏起身 就开始用冰水 冰水最好保持在零度 好 这些 就是摸下去软身了 软身了 软身了 就要 拿凉水 洗一下 洗凉它 再放冰水浸 这个冰水 提早在急冰 放到比较冰的 如果它再不够冰 就要加一够冰 下去 那些水才给你 普通冰箱的温度 要减少少 才靓的 如果你有冰水 在这里浸发 海芯会发得很靓的 海芯 它比较喜欢零度 所有的冰水 如果普通的水 就算减水 都没够凉的 这些 刚才那里有12条 这里有6条 已经开始淋了 所以 就要先发了这个 如果现在是用很零度的水 放入普通冰箱 浸去一天 就换一次水 再摸一下 已经很淋了 很有弹性 就可以了 可以放在 什么时候用来吃都可以 或者马上可以用得 那时候海芯切出来 就很靓 现在只是淋 但是它还没发得大 它现在在冰水里面 发去一到两天 换两次水 海芯到时发出来 就爽口弹牙 口感很靓 发好的海芯 表面这些 轻轻刮一刮它 刮了这层 这面头这一层 黏住的泥沙 就会很滑 很好吃的 这些是深海里面的泥沙 如果用刀刮一刮 刮一刮它 之后再食用 就很棒了 现在我们这个时间 都可以刮了 因为它已经发开了 随你喜欢 什么时候刮它 都可以 刮一刮它 这个表面浸泥沙 这个海芯 吃起来 就一点 鞋的口感都没有 全部都很爽 你轻轻好心机 刮一刮它 这个表面的泥沙 这个海芯已经可以用得了 刮的过程之中 只要它淋了 你就喜欢什么时候刮都可以 我喜欢它 比较软身的时候刮 现在就是 放回到普通冰柜 就要放它 一到两天 已经是肯定可以食用了 那时候很大条 我这些水是在急冻 先冻到比较冰冷的时候 那现在呢 我就放回普通冰箱 那如果你天天换水的时候 如果每次换水觉得不够冻 最好就备定一块冰块 放冰块进去 它会令到海芯的感觉 我平时冰箱 就备用着冰块 那现在这些冰块 你只要放一 平时备用的冰块 放一块下去 这个冰冰的水里面 它会很久都还很漂亮 只要你发海芯的时候 最后这个过程 放一块冰块 它这个水就保持有零度 那你有空看看 用手摸一下 它会很弹性 就变成了 这些剩下的 还未够淋的海芯 那我们就认为它未发透 那我就倒了这些水 重新再放过一个水 又煮回去 这次就可以煮10分钟就可以了 就不用再煮这么久 但是每一次再煮的时候 你都要换清水 因为你很努力做的东西 你自己吃下去就会比较好吃 那就比在那些店铺 或者酒楼和你发製 那你自己发开一次 八十多条 就会一段时间吃的了 现在我又开始煮一顿水 水滚之后我开小火 煮它10分钟足够了 那就冷却它 基本已经就所有都发好了 有时候有些海芯 它生长的时间 比较老些 和它实正一点 那个发头 所以就要 通常要煮两次 如果那些特大条那些 更加要煮三次都有可能 因为它比较老身 如果那些很快淋的 它是因为它年份没那么老 或者它是三年四年 那些就比较快淋了 那如果那条海芯 它有时年份五六年 打上八年那些 要发很多次的 这个就要发两次就可以了 刚才那六条 它就比较乱些 就发一次它已经淋了 当你如果买到那只 最大条的那只海芯 买的时候虽然贵10元20元 但是它的发头耐很多 有很多人喜欢吃得比较大牙一点 如果你喜欢软一点 买点小条一点 它会快淋 现在开始煮凉水 凉水变到滚水之后 你大火开 开到它变滚水之后 就开到最小火 煮10分钟 就凉到那时 它就很软了 这种小条的海芯 一般最多发两次 基本已经足够了 如果海芯 你处理过程之中 太过软 它会很难吃的 尽量不要像酒楼 一碰就烂 那些口感不好的 最好吃得来 又滑又大牙 那个口感是最好吃的 这个软硬的感觉 各人喜好 有些人喜欢煮得融化 就无可解释 但是一般人都喜欢 又滑又弹牙的感觉 那种是很好吃的 这些已经发了两天的海芯 我们拿出来看看 它已经有弹手 又够手感 这些已经成功了 可以的了 那我们就准备去 放入冰箱 急凍 喜欢什么时候吃 有客人来 就解开两条 用水一冲就可以吃了 这些原先是很小条 很小条的海芯 经过现在发出来 大概有10到15倍了 所以已经是很成功 很好的了 你看这些海芯很厚肉的 两三个手指位阔的 所以这些海芯在北美买 是很好吃的 而且它没有污染的 大家看看我这个视频 以后就会买海芯来自己发了 我现在切一条 看看里面的形 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北美的海芯 它切出来里面很漂亮的 那些层次感很强的 这些海芯很漂亮的 那每天一个人的份量 大概这么多 三个手指位就够了 那如果你喜欢吃多些 当送食的 就无所谓的 多多都可以的 但是最基本的吸收量 就是这么多 因为经完药材25年来 对这些药材比较熟悉些 希望大家欢喜 看我们这个网站 慢慢可以教很多食的给大家 这些切出来很漂亮 很厚肉的海芯就是北美的 现在很多其他国家的人 都喜欢来美国买 这些北美海芯 因为它真的是纯天然的 没有污染 它是深海的淡江海芯 这些海芯 三到四年已经有这么漂亮 那如果我们发到那些大条的 它基本是七到八年的 那它就时间长些 但是口感更漂亮 现在我将每半个月发好的海芯 我就会拿保鲜纸 独立地包好它 接着就放入急冻 有朋友来炒菜炒姜 煮番茄 那你就随时可以有好的东西 去招呼客人 那我就每一条 就独立拿保鲜纸包好 那就放在冰柜 你就很耐保管 那完成一条包好了 那你所有海芯 你有空就发定它 放在冰箱 那给朋友啊 人家又不用再发 挺好啊 那就离到心意又到了 那希望你们大家欢喜 订阅Mabel 告诉你这个频道 这些放冰箱 拿保鲜纸包的过程之中 这些海芯尽量都带水来包好些 这是很主要的 不要抹干了海芯水 才来放急冻 因为它还有些水在急冻中 那这些海芯才够冻的 如果就这样放在冰箱 它如果你干了身 放在时间内 没有那么好的 是连同这些冻水一起 会比较好些 如果有容量大的地方 轻轻加点水更加漂亮 那现在我就封好所有海芯了 那现在包好海芯 那我就排在盒子里 那什么时候吃呢 拿一条好独立的 那很方便 那你一做就做好 就做半个月 那不用一条做嘛 又好吃 又好吃 一有人来 挺好的 拿几条海芯一炒就可以了 我叫Mabel 请大家记住 有空订阅我频道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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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